我們開放COVID,這位是屏東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你好,林先生 喂,林先生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今天要說 是 就是說我可以叫 他對台灣的證據 第一次就是白殺 旁邊的人口罩 是 第二就是帶中國去台灣 嗯 嗯 是 現在帶中國去台灣 國際人都跟阿拉拉扯使用 現在從技巧國際所說的 亂來壓 這不就是要把台灣人證笑的 是 你跟小公這樣 你看台灣人這樣 真這樣台灣人有的人 還聽到 嗯 是啦 你這個一角稱 這個老農人 這個老農人金我家 這樣賺錢 所在 真會 沒聽這個六千塊 沒聽這個六千塊 沒聽到要死啦 我們全都說了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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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台中洪小姐 洪小姐 洪小姐你好 洪宜 你好 來賓大家好 你好 我要說一件事 好 有什麼 三季前 還要說 三個文宣 對吧 對 要讓這些 台南人生 我們台南人 沒話說 我跟你說 他 這三季我都很知道 這三季 如果輸不去 會之前 都會把你 嚇一些文宣 裡面的人都會 怎麼 什麼 都高級 都嚇壞 對 他 現在還要說 我們不是在買票一樣的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他事不去 所以我們台灣人民 勇敢站出來 大家要好多 明年選 蔡英文 我們的 台灣才的進步 是 我們的理會 要唱出聲 台灣一定 好 謝謝 洪小姐多謝 唱出聲 來 苗栗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鳳醫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我剛才因為我習慣 每一台電視都看 剛才隔壁台一個 中置台 趙先生主持的 有一個 陳婦人 我剛才等一下 再解釋的時候 叫她陳婦人 一個對母親不尊重 對天下女人 都不尊重的 那個 婦人 她 立在 民進黨 發言人 蔡英文的發言人 徐家欣小姐 我剛才談到一個 以前阿扁執政的時候 對於那個中國依賴 出口貿易那個百分之三十八 提升到四十五 我的感覺是說 商人沒錯 但是也不能為了做生意 沒有尊嚴 就像我以前讀過大學的時候 修那個企業管理 總不能把 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 最明顯的 誰都知道 年輕人 一般有資產都知道說 中共一定是 到後來一定是 以傷 逼正 對不對 大家都餓肚子的 現在我很多朋友 雖然沒錯 我本身自己的收入 平常就是說 每個都達到六個數字 六個位數 但是 說真的對現在的那個 收入環境 每一個東西占 誰都抽不了 沒錯 我前幾天我去 因為肚子餓 有時候想說 買個方便麵 方便麵 我記得印象是 兩年前 應該一年多以前 大概六塊到八塊 結果一個方便 現在已經漲到多少錢了 十二塊 這個東西就漲到這樣子 我回來的時候 跟我太太跟我小孩子講說 這個物價怎麼這麼離譜的 事實上我們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都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但是我的意思說 你今天不是說 隨執政都一樣 如果說你自己 不能拿自己國旗 在外面掛的時候 這個尊嚴在哪邊 沒有做生意沒有尊嚴 那幹嘛 這台灣海峽跳下去就好了 沒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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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覺得說 生意人也是一樣 隨意也是一樣 尊嚴也是一樣 做事情的時候就有尊嚴 沒錯 沒錯 好劉先生謝謝 來台南羅先生 羅先生你好 羅先生 你好羅先生 喂羅先生在嗎 你好 羅先生請說 大家好 你好 羅先生請說 羅先生請說 為什麼 因為我在 下午 晚上的時候 他那個中天 他買一個演講會 那一副的 他說什麼 那個 他要推廣 我們台灣 打工的機會 去外國打工的機會 我覺得 那個 太誇張了 他 我們不是說 他創造台灣奇蹟 他居然把 把我們台灣人 所以就到外面去 說 打工 國外 去國外打工 對啊 太誇張了 對啊 他標題是 他說 他 創造 打工的機會這樣子 好羅先生謝謝 來 泰山蔡先生 蔡先生 鳳儀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跟民進黨的人說一下 第一台 跟蔡英文 連線大廟看 蔡英文 我一個人 我本身告訴自己 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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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都一些特定人數 都說蔡英文 拍位 好 對一台說 對一台說 我實在想 你們知道我看一遍 我實在看 我實在看一遍 我實在看一遍 腦袋 跟民進黨說一下 最初的辦法 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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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看 全部都 十幾天 我講到最後 整個都倒了 我沒問題 不會啦 蔡先生 我覺得這樣是 煩惱才會有過多 是啦 總是 電視要怎麼做 我們沒辦法 台灣是一個新聞主義的環境 不過我相信 台灣的八卦 名字 慢慢都已經開了 是 好 不好意思 張華的 張小姐 張小姐妳好 妳好 張小姐 張小姐在嗎 妳好 張小姐請說 鳳姐 大家好 妳好 我剛才聽說 媽英九 她有一個外號 說是不是都在 她說的是 我讓我們聽說 她所做的 都是假的 好 她這個很好 她太陷了 報到 電話有問題 不好意思 張小姐 好來 接下來 台北的林先生 林先生妳好 喂 你好 林先生妳好 請說 明主持林鐵山 給國威先進現任 很用心 精神很高 我們大法新聞的觀眾 大家晚安 是 妳們現在齁 大家所掌的領大 我們要來講做大領 大領全國人民 要 不然還說一個形容 說 現階來掌聲 古早在造成你親的親 親 叫做什麼呢 親心 說那麼多都沒有效 是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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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支持 蔡英文 一定會贏 是 我就是都叫不進 我們這個 三隻豬公 我就是要 打入 他說 一塊 一大金就是百六 五塊 一大金就是七百六 十塊 一大金就是八百 五十塊 一大金就是三千 不用趕快 用電子彈 這樣來彈彈就很簡單 真的 真的 大家晚安 記得 你們 名大 就是大領 大領全國人民 大家一定要健康支持 一好的 一好的 一定要贏 謝謝 林先生 你這個博學多文 我看的主要是這樣 就是說 林金龍現在小豬 都慢慢的在把那個鋪滿打開 打開到目前 收一賣錢 超過一額 他們要算 第二就是說 小豬有可能會破十五萬隻 目前確定是破十二萬隻 當然這個對很窮很窮的民進黨的財務是小有幫助 但重點我想是台灣人 那個想買 為台灣出一份力的心理 我覺得說 非常受人的感動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請問一下 我們會不會有多少 我們會不會有多少 你會不會有多少 那一段時間